月白没作声 低着头看面前的文件 我将烟扔给赵德权 说 德权 你也抽一支 赵德权接过烟却不敢抽 只是看着我傻傻的笑 眼看着会议就要被抽烟的事搅得乱了 我将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正色道 既然大家都不抽 这样也好 从今天开始 镇会议上 任何人不得抽烟 大家必须听柳镇长的指示 要是谁违法了 别怪我不给面子 我这番话 算是给月白找回了面子 这叫做欲擒故纵 这一招让他们都知道 苏西镇是我御风说了算的 月白是我这个阵线的人 得罪他 就是得罪我 果然 我的话一落 赵德权赶紧哈着腰跑过来 把烟恭恭敬敬地放到我面前 一声也不敢坑 现在继续开会 我宣布 月白又清了清嗓子 环顾一眼会议厅说 我要说的也说了 现在请书记给我们做指示 月白把球踢到我这边 我顺顺当当地接住说 谈不上指示 这个会 我们大家都是商量着来 下午我在给月白按摩的时候 已经在他的汇报里 完全掌握了所有工作的动态 苏西镇 我还是很熟悉的 尽管去县里担任了新职务 对于苏西 我还是事事关心 绝不放过 从月白的汇报里 我知道几件事 苏西镇整体搬迁要办 三个一 就是一台晚会 一场街牌仪式 一个开示活动 晚会表演十几个节目 所有节目均来自苏西镇所属各村 每请一个外来演员 全部节目都是自导自言 雪来任晚会总导演 街牌由恒岳市市委领导主持 农贸街开示 由春山县县委领导主持 所有活动都在一天之内 时速均由钱有余的宾馆负责 这样安排下来 我心里觉得满意 暗暗赞叹月白的能干 尽管他事先并没有给我透露半点消息 并不能说他否定我的存在 月白这样安排 无非是想给我一个惊喜 我按照月白事先的安排 将三个一事项布置下去 说必 我转头问月白 温泉山庄的事怎么安排 月白没想到我会问这一出 迟迟爱爱半天 仗红了一张俏脸回答不出来 我扫视一眼全听 面露不悦 雪来机智地说 对方也没说一定现在要开发 要不等整体搬迁后再谈 我说我们虽然办好了签证的大事 也不能忽略经济发展 温泉山庄是苏西镇第一个外资项目 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我个人建议将温泉山庄的奠基仪式 放到这次活动中来 月白马上接口到 那就是四个亿了 我微笑道 四个亿 五个亿都行 既然要热闹 我们就将热闹到极致 要不然来了那么多的领导 我们苏西拿什么给领导汇报呢 其他人默不作声 温泉山庄 我当初是委托给月白了 月白一直在忙整体搬迁的事 估计根本没放在心里 我当即拿出电话给刘密斯打 电话一打就通 刘密斯居然在春山县 而且来了有半个多月了 我在电话里说了自己的意思 刘密斯兴奋地在电话里咳嗽 说自己早就想动手了 只是柳镇长一直在忙 他又不放手给别人 连县里的招商局也不能过问 他自己正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不知道怎么给美国总部交代 我笑着说 你怎么不来找我 刘密斯笑嘻嘻地说 我找你 你一样忙 我知道你早晚会找我 挂了刘密斯的电话 我对大家说 温泉山庄电机的事 一并安排在搬迁活动中 剪彩的领导 我去请省委领导 大家愕然了一下 紧接着就大声鼓掌 赵德权更是满脸通红 要知道温泉山庄的土地 又是他老鹰嘴村的 如此一来 会议就到了半夜 有些人开始打哈欠 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需要解决的事业解决完了 正要宣布散会 门口伸进来一个脑袋 看着我嘻嘻地笑 来人是钱有余 我招手 让他进来 钱有余迟疑了一下 哈着腰进来 站在我身边 低声说 玉县长 我搞了点宵夜 让大家吃 我一听 高兴得 眉开眼笑 钱有余老家伙 还是蛮有心的人 突然想起开会 并没有他 于是狐疑地去问月白 月白冷冷笑道 他的组织关系 又不在苏西 怎么能来开会呢 我愣了一下 心想 钱有余连身家性命都拿来苏西镇了 怎么还不算是苏西人 钱有余倒不在乎 闲着脸等我答复 我问道 老钱 有酒没 钱有余爽快地说 有啊 想喝生命酒都有 红的白的黄的 随便挑 我对着满大厅的干部说 今晚我们都喝白酒 好不好 大厅里群情激扬 众人高叫附和 月白低声说 你就不怕影响 我大笑道 高兴就好 我被一群干部 前呼后拥下楼 往前有余的宾馆走 苏西镇华灯怒放 映照着这座新城千姿百态 已经是半夜 街头还走着 三三两两的姑娘小伙 看到我们出来 都亲热地打着招呼 一座新城 改变了一个世界的生活方式 苏西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日子 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我愁愁满志 仿佛天底下 没有我做不成的事 如此一想 脚底下就漂浮起来 走起路来 像跳舞一般的摇摆 到了前友余宾馆门口 干部们一窝蜂地 涌了进去 站在我身边的 就只有月白与雪莱 我两边看看 突然心里一动 压低声音 对两个美人说 今晚老子要过一回 后宫的生活 雪莱惊愕了一下 顿时羞红了脸 骂道 流氓 月白浅浅一笑道 小雪 这后宫 现在你是主人了 雪莱仗红了脸笑道 我不是 月白正色道 我现在算得上有夫之妇了 不行了 折下轮道 雪莱惊讶了 瞪着一双凤眼 问道 什么意思 月白也不解释 故自往宾馆里走 雪莱轻轻推了我一把说 他不去 我就不去 钱有余的宵夜 准备得相当丰富 出乎我的意料 除了横月市常见的宵夜食品 桌子上居然还有海鲜 海鲜在春山县算得上是高大上的东西 春山县地处内陆 与大海相隔十万八千里 要想吃顿活鲜的海产品 非常人能办到 虽然城关镇有座海鲜酒楼 平常见的大多是死的海鲜 即便是虾 也是冰冻的 而前有余的宵夜桌上 海鲜看着就活蹦乱跳的样子 显然都是生鲜 前有余从建筑老板摇身 已变成酒楼老板 一板一眼的居然像目像样 四张大圆桌 团团坐满人 桌子边站着几个俏丽的小媳妇 腰间系着围裙 头上扎着花手帕 脚下远口不斜 浑身上下 一股清丽的山里人打扮 有酒有菜 天下结欢 干部门丢了金池 一窝蜂围坐上去 也不等人招呼 各自拿起面前的筷子 朝着桌子中央的海鲜 就是一筷子插过去 开了一晚上的会 我也觉得鸡肠碌碌 钱有余却不让我大快朵頤 他替我倒了满满的一杯酒 自己也倒了一杯 举过头顶道 大家都先停一下 我想说几句话 有人就嚷道 钱老板 吃你一顿夜宵 还要听你演讲吗 钱有余笑道 就几句啊 不耽误得吃 众人就都停下筷子 眼睁睁的等着钱有余说话 钱有余憋了半想 一句话没说出来 只还憋了一个字 说吃 众人大笑 骂着钱有余道 钱老板 你狗日的说不出话 还想猪鼻子插根葱 钱有余闲着脸笑道 我看到领导就气短 怪不得我 众人也不管他了 拿起筷子一顿乱插 我忍着笑 拉着钱有余坐下说 老钱 你有话就跟我说 钱有余迟迟爱伴想 红着脸道 其实也没大事 就是这次搬迁活动 时速不是都安排在我这里吗 我就想 以后镇里的接待 不如都有我们来负责 很好啊 我答道 镇食堂今后要慢慢取消 老王也到了年龄了 该退休了 再说也没有一个合适的人能接他的手 既然老钱你愿意 镇政府何乐而不为 我看啊 就按你的意思办 今后的接待都在你这里搞 钱有余一听 乐呵呵的要跟我碰杯 我却不想喝酒 拿着酒杯递给雪莱 雪莱接过去 在钱有余的酒杯上轻轻一颗道 钱老板 我先干为禁 没等钱有余出声阻止 他已经一扬脖子喝了下去 钱有余愣了一下 摇了摇头 只好跟着喝下去 喝了这一杯 知道我是坚决不肯喝了 也就不再劝 转身对其他干部们说 大家吃好喝好啊 这一顿宵夜 吃到了凌晨 有些人已经醉了 趴在桌子上乱嚷 有一些人聚在一起 还在继续喝 把钱有余的宾馆 弄得杯盆狼藉 一晚上 我滴酒未沾 此时再去看别人的醉态 显得自己无比的清醒 钱有余喝了几桌酒后 已经像条醉鱼一般 不能动它 他仰躺在墙边的沙发上 紧闭着双眼 嘴里吐着粗气 嘴角泛起一串白沫 我叫来宾馆的服务员 让他们把钱有余架走 钱有余被挪动了一下身体 就像一坨牛屎被踢开一样 张着一张大嘴 哇啦哇啦地朝地上 一阵猛吐 混合着韭菜的胃液 一股脑吐出来 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一股酸气 令人反胃欲偶 我厌恶的白白手 让他们先走 钱有余却不依不饶地嚷 我没醉啊 我没醉啊 月白过来 朝他的小腿踢了一脚 骂道 喝不死你啊 钱有余嘴一咧 谄媚地笑 伸出一双手 央求月白道 你来扶我 月白眉头一皱 眼睛一瞪 呵斥到 滚一边去 钱有余被骂了 不怒反笑 拍着头说 骂得好 骂得好 我滚 说完 扒开扶着他的服务员 一溜烟上了楼 走到半道上 回转身说 领导们想要休息的 就叫服务员开门啊 我是赔了 双手抱拳 做了个一 消失不见 钱有余一走 有几个远村的知书 就叫服务员 说黑灯瞎火的赶不回去 干脆就在前老板酒店睡一觉 等天亮了再走 由于钱有余有交代 服务员也不敢怠慢 带着几个知书去开房 我推开脚边的椅子 准备出门回政府大楼 刚出门 就看到背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接着就看到雪莱追过来 问我去哪 我指着不远处的政府大楼说 我去休息一下 一个人回去 雪莱紧张地说 欲言又止 要不你也一起去 我才不去 人多嘴杂的 影响不好 不敢去还问 我取笑他道 你也有怕影响的时候 雪莱正色道 我怎么不怕 我是女人 而且是漂亮女人 漂亮女人是什么 就是导火索 就是催情记 就是陷阱 就是天坑 他一连声的比喻 把我听得一阵糊涂 等到他说完了 我才淡淡笑道 小雪 你的比喻都对 所以你们女人 永远都是男人的天敌 没有女人 这个世界就会没有战争 女人 是男人的天堂 也是男人的地狱 突然想起人事局招考的事 想起雪莱还蒙在鼓里 于是对他说 小雪啊 这些话都不要提了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怕考试吗 雪莱愣了半想 犹豫地问 考什么 人生大事 我说 走了几步 下了台阶 转身朝他招招手 干脆 我们都不睡了 你跟我来 我跟你聊聊 雪莱不相信地看着我 看了一阵 抿嘴笑道 就我一个人跟你去 我点点头 狐疑地问 你还想谁一起去 他不去吗 雪莱凭空指了一下 我当然明白他指的是谁 但我装糊涂说 还有谁 雪莱跺一下脚 杨怒道 还有谁呀 我笑笑 不回答他的话 转身就走 走了几步 雪莱跟了上来 与我隔着三拳宽的距离 问我 你刚才说考试 是什么意思 我双手背在身后 迈着方步走 不回答他的话 不说算了 我不去了 雪莱停下脚步 站在路灯下 如一只娇俏的山花 不去就不去 到时候可别后悔 我不停步 继续朝前走 雪莱顿了一下 咬着牙跟过来 我暗自窃笑 心里想 任你本是滔天 能飞过如来佛的手掌吗 前有余的宾馆 与镇政府大楼 紧一接之隔 走了几十步 就看到政府门口的灯光 守门的保安还没睡 看到我来 连忙从值班室里跑出来 双脚一并 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我停住脚步 打量他几眼 随口问道 当过兵 保安揭霸着嘴巴说 报告领导 本人当过五年兵 我正在亚裔 雪莱走过来 朝保安挥挥手说 回去值班 我有事要给书记汇报 雪莱指示开保安 压低声音对我说 此人是个赖历头 最好不要惹 我奇怪地问 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他当过五年兵不夹 按政策要给他分配工作 可是我们苏西镇 一个萝卜一个坑 哪里有他的位子 现在什么情况 他闹过很多回了 可是确实没办法解决 后来经政党委研究 决定聘请他为 新政府保安队队员 暂时安抚一下 就这样解决了 不是没办法吗 办法是想出来的 我说 回头看了一眼保安室 发现他正在朝我这边看 柳镇长的主意 雪莱迟疑了一下 低声说道 大家表决通过的 我就不再问 我知道问下去 也会没结果 但苏西镇现在配了保安队 这倒是我又不知晓的一件事 我心里浮起一个想法 苏西镇我不知道的事还有多少 上楼进了屋 雪莱跟着进来 靠在门边止步 我看一眼空荡荡的楼道 反手关了门 雪莱一看门关了 手足顿时无措起来 仗红了一张脸不吭声 我搬过一张椅子说 坐下吧 我们聊聊 雪莱侧着身子坐下 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 自己走到办公桌前坐下一本正经的说 小雪 你准备一下 参加县人事局的招考 雪莱意外的抬起头 狐疑的神色在脸上蔓延 招考 对 招考 我把县人事局要招考的事说了一遍 说完了我看着他问 有不有信心 雪莱摇了摇头 认真的说 还不如叫我死呢 我叹口气 起身走到他身边 扶着他的双肩 盯着他的眼睛 无比严肃而认真的说 听话 一定要参加考试 只要你考了 其他的事就不要管 要是考不好呢 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没有的是 我坚决地说 你现在是干部 只是需要走组织程序 放心吧 雪莱显得很紧张 他伸出手来 抓着我的手 柔柔地说 你要帮我 我十分肯定地点头答应 魏严心急火燎 赶到苏西镇 一见到我就大惊小怪地叫 说刘书记昨夜发了大脾气 几个局的局长都挨了骂 我的电话不通 到处叫人找我 把个春山线 闹得鸡飞狗跳 我并不吃惊 刘启蒙书记的这种做法 恰好在我的预料之内 但我并没有关机 我之所以回春山后 让县局局长去汇报 自己抽身来了苏西 就是想避开 与刘书记的正面交锋 在麒麟山庄仪式上 刘启蒙死咬不放 大有置之死地的态势 我不能烫着浑水 魏严能找到苏西镇来 说明这老小子还是有一套 我掏出电话 才发现关了机 想去开机 却发现没电 于是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 哎 没电了 难怪不通 魏严诡异地笑 伸着揽腰道 玉县长 你安排我休息一下吧 昨夜到现在 我还没眨一下眼 为何 找你啊 什么事那么急 我不置可否地说 站起身准备给他去倒水 魏严赶紧拦住我 从我手里接过纸杯 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下 砸巴着嘴说 都说苏西镇山眉水秀 果真名不虚传 啊 魏严喝的是我们苏西自己的泉水 我自从来到苏西后 就再也不喝其他的矿泉水 我喝的水都是老鹰嘴千年不喝的山泉 好喝就多喝几杯 我笑着说 魏主任那么早过来 怕是还没吃东西吧 魏严被我一说 才恍然大物般揉了揉肚子的 哪里顾得上吃东西 没找着你 我就是失职 我失职 IP不说 还怕影响到你县长啊 我笑而不语 魏严作为我政府般的主任 确实要有领导的行踪信息 倘若他不知道领导的行踪 就是严重的失职 这些是组织纪律 是规范干部的条件之一 魏严的话里含着另一层意思 我的行踪从来就不告诉他 魏严几次想说 都被我用眼神扼杀了 如今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不会放弃 因此旁敲侧击地提醒着我 刘书记骂人是因为什么事 我转移话题问 天晓得 魏严皱着眉头 叹口气道 我都下班回到家了 正在吃饭 被一个电话叫到县委 一进门 劈头盖脸 一顿臭骂 刘书记不会随便骂人吧 确实很少看到他骂人 这次来骂的还有县公安局长 人事局谢天 反正我去的时候 会议室里坐着几个局的局长 个个都是搭拉着头 脸色都不好看 估计没跑一个 魏严笑道 平时这些局长人模狗样的 被书记一骂 个个都像晕头鸡一样 我不觉得好笑 刘启蒙如此大的反应 不会是一件小事 他半夜叫这些局长去挨骂 这在历史上还未有过 刘启蒙一贯以儒雅示人 是典型的文官 别说他破口大骂 就是说句重话的情况 我在春山县这几年 基本没看到 骂我没 我试探着问 这倒没有 魏严放下背地说 就是找不到你人 他脸色有些不好看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刘启蒙书记没有背着我骂我 说明我在他心目中 还有一定的顾忌 倘若他公开骂我了 也就说明我们合作的机会 走到了尽头 现在赶回去 我再次试探地问魏严 现在赶回去也没意义了 刘书记一早去了横跃市 走的时候指示我 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你 在县里等他回来 魏严揉揉肚子说 你们苏西有些什么好吃的 我电话叫来许来 让他带着魏严去 钱有余的宾馆找点吃的东西 魏严一走 我拿起电话给小姨打 市局招待所512房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到现在我还一无所知 小姨说过要帮我 也不知道了什么程度 小姨在电话里 吱吱呜呜地敷衍 他越敷衍 我越感到事态不一般 我问小姨有什么发现没 小姨迟疑了一下说 没什么东西 找到名单了吗 什么名单 小姨似乎很茫然一般 对我的提法显得很迷茫 我跟你说过的名单啊 我有些心急 小姨不会 不记得 在我的记忆里 只要是我遇封嘱托的事 小姨就从来没忘记过 没看到 小姨断然回绝我 哦 我长叹一声 准备挂电话 这份名单很重要 小姨突然传过来这句话 确实很重要 我心不在焉地说 哦 这下是小姨了 她似乎若有所悟一样 捏着话筒半天不说话 话筒里只有一阵阵的电流声 有些东西 不知道比知道要好 小姨说完这句话 就挂了电话 我愣了 小姨这不是在告诉我 她拿到了名单了 但她为什么要否认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刘启蒙发火 肯定与麒麟山庄的事有关 而唯一能破局麒麟山庄的 就是这份名单了 因此这份名单 比性命更重要 否则 好强和老莫 不会拿自己的前程 甚至生命做赌注 从小姨讳莫延伸的话里 我揣度到 小姨非但拿到了名单 而且深知名单 所包含的严重性 要不 依我小姨的性格 她不会对我遮遮掩掩 顾左右而言她 我坚定了信心 就想着即刻跑到小姨身边去 一定要拿到名单 镇党政办秘书 轻手轻脚进来 这个小伙子长得很精神 大有我当年的风格 玉县长 你好 他客气地笑 双腿笔直 站在我办公桌前 有事吗 我问 我与这个秘书没过多的交情 甚至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 我只是听说 他是县委派下来的大学生 原本是要去担任村官的 被月白要到了党政办 党政办秘书这个位子 在我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做 政府繁杂的事物多 没有一个秘书来打理 一切就只能靠月白一个人毛 月白是不堪重负了 才向县委提出来要一个秘书 秘书看我一眼 赶紧转移开目光 他几乎不敢与我对视 至于当年我出道苏西 又是何等的相似 我见他不说话 就低下头准备去批示 月白送过来的活动方案 还没动笔 秘书迟疑地说 玉县长 我有个想法 向你请示 我兴趣奄然地问 什么想法 大胆说 秘书看一眼门口 走廊里空空如也 才鼓起勇气说 我要检举揭发 我吃了一惊 抬起头盯着他看 沉声问 你要检举谁 秘书迟疑了半天 憋红了一张脸 吐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我要检举揭发柳镇长 检举什么 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 他这个时候开始顺畅了 舔了一下有些干涩的嘴唇 想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我不动声色 抽出一支烟递给他 自己点上火 装作饶有兴趣的样子问 具体点吧 秘书忙不迭地 把手里捧着的一叠材料 递给我 紧张地说 都在这里了 我瞄了一眼 抬头是 关于苏西镇镇长 柳月白的问题材料 还送给谁了 没有给谁 手里还有不有 都在这里了 有没有想过 还要送给那个部门 秘书不明白我的话 张着一双无辜的眼睛 看着我 认真的说 我就等预县长您一句话 需要送哪里 我就送哪里 好 我敲了敲材料说 从现在起 你必须做到绝对保密 组织会采取措施调查 在调查结论未出来之前 只要走漏半点风声 我都认为是你的个人行为 如果因此而造成了事故 你要负全部责任 秘书吓了一跳 张红着脸连声道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安慰他说 不错 你是个好同志 先回去工作吧 其他的事 组织需要你的时候 会找你 秘书低着头出去 走到走廊里 又回转过来 低声说 我也没别的意思 柳镇长是个好干部 只是需要组织提醒一下 免得走偏了 我心里一阵厌恶 我一辈子最反感的 就是打小报告的人 当然 他不是打小报告 但他走错了一条路 反应干部问题 应该找继委 他来找我 司马昭之心啊 我挥挥手让他出去 并叫上 关上门 自己走到里间屋里 把身体摔倒在床上 我想安静 月白被人检举 是一件让我六身无主的事 看来秘书这小子 心机很重 从他准备的材料 就能看出来 他是有预备的 我不相信他只把材料给了我 这样的人 不会不留一手 月白当初 要他来镇政府做秘书 本以为引进了一个人才 谁知道引进来一头狼 倘若他检举情况属实 我作为镇委书记 能脱得了干系 何况 柳月白是我历见担任苏西镇镇长 月白出任镇长 已经破格了 当初我在刘启蒙面前 说了多少好话 才让他点头认可 要是现在出事 我们两个都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我心里像是揣上了一头鹿 活蹦乱跳的 让我心神不宁 刘启蒙书记对我并没有大发雷霆 反而笑咪咪的 叫我一起去城关镇水泥制品厂 视察 我不明白 他葫芦里装了什么药 只能跟在他身后 一步一去 城关镇水泥制品厂改制后 原来的老职工基本下岗 有一部分人办了买断 年老的职工大多不愿意买断 说为厂里贡献了一辈子 不能几万块钱就打发走人 厂里要负责他们生老病死 刘书记去视察 就是因为老职工祖工 水泥制品厂一定处于瘫痪状态 春山县的企业中 水泥制品厂算得上是明星企业 像原来的淡肥厂 机械厂 轴承厂 都在第一轮的改革大潮中 寿终正起了 春山县本身是个农业县 工业基础薄弱 全县的产业工人加起来却很多 几乎占了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 没有企业 工人的生活就无以为继 这些吃国家粮的人 原来在体制内像大爷一般的逍遥自在 像贵妇人一样瞧不起下里巴人 等到失去了工作 才知道原来生活不总是灿烂的阳光 还会有阴霾 有暴雨 春山县里的产业工人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半边户 所谓半边户 就是家属还是农村户口的家庭 原先这部分人 在全职工家庭面前显得底气不足 到了改制后 他们倒占了上风 起码不会为生计犯愁 毕竟在家里还有一块地 有地就有生活 有地胆子就粗 苦了那些全职工的家庭 没有了工作 一块钱收入都没有了 坐吃山空的情形如山崩海啸 又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 没钱心就发荒 心一发荒 就是山真海味也食之无味 纵然仅求暖背 也无法安眠 想来想去 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场里要说法 可如今厂子改制 不但厂子是别人的了 连土地也是别人的了 再要闹事就是故意寻细滋事 厂里自然也不怕 组织了一批人 双方僵持了几天 还动了手 出了血案 一出血案就是大事 厂里心虚 不敢开工 又担心长期这样对视下去 会把厂子对没了 于是就找到县委来 请求县委出面解决 刘启蒙书记听完水泥制品厂老板的汇报 怒不可遏的一掌拍在桌子上骂道 没网法了 刚好我从苏西回来 要去给他汇报工作 刘书记看到我 就一把拉住我往城关镇去 刘书记出门习惯轻车捡从 因此我们这行人 除了水泥制品厂的老板和他的小秘书 县委这边就是刘启蒙 我县委办主任和一个司机 车子刚到水泥制品厂 远远地看到厂子门口围着黑压压的一堆人 大门口挂着一条白底黑紫的横幅 写着 驱逐无良黑心老板 还我生活 人群里有人在哭 细看 发现有几个头顶着白布的人 跪在地上 怀里抱着一幅大大的一项似的东西 死人了 刘书记自言自语地问 我对这事还一无所知 不好回答他的话 前排的县委办主任转过头来说 前天他们双方发生了争执 也就是互相推丧了几下 没想到还真闹出人命来了 就推丧几下 就推了推 没动手 县委办主任强调说 这些职工啊 就是想不通一个事 厂子都卖给别人了 还能找什么麻烦啊 推几下就推死了人 刘启蒙显然不高兴了 他对县委办主任的话 一点也不相信 转头对我说 好好查一查 我连忙点头 人群里有人发现了我们的小车 发一声喊 人群就像潮水一般慢过来 瞬间就将我们两台小车牢牢地围住 县委办主任一看阵势 吓得脸都白了 颤着声音请示道 刘书记 我们先离开吧 这个场面 我怕出事啊 刘启蒙面无表情地说 你怕你先走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如果怕 还能做得了他们的书记 说完拉开车门下车 我紧跟着在另一边下车 绕到刘启蒙身边 准备保护他 是刘书记来了 人群里有人认识刘启蒙 看到他当即就喊出了声 刘启蒙板着脸 一言不发 走在我们后面的水泥制品厂老板 刚下车 就被人群里的人扔了一块砖头 砸在他几乎秃顶的头上 当即出了血 水泥制品厂的老板 哀嚎一声捂着刘血的头叫唤道 刘书记 有人要杀人啊 人群里就冲出来几个年轻人 围着老板一阵拳打脚踢 边打边骂 狗日的 恶人先告状 我只好冲过去 一手抓着一个 怒吼道 都给我住手 我的声音很大 喊得我自己的喉咙隐隐发痛 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这叫先生夺人 必须在气势上要压倒他们 果然 在我的一声大吼之后 他们都停了手 站到一边去了 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我将水泥制品厂的老板塞进车里 对他的司机说 去医院包扎一下 这招叫 金蝉脱鞘 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是局面失控 这个肥头大耳突顶的男人 是否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人群骚动起来 头顶白布的人突倒在刘启蒙的脚边 高声大哭道 刘书记 你要给我爹做主啊 我去看他们怀里抱着的照片 是一个精神绝术的老头 眉眼间似乎不满力气 我心想 这么大年纪的人 一张照片能看到活着的状态 也算是奇迹了 起来说话吧 刘启蒙书记弯下腰 要去扶地上的人 刘书记 你要为民做主啊 地上的人不肯起来 周围的人一阵鼓噪 刘启蒙环顾一周 缓缓地说 各位父老乡亲 大家放心 党和政府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 众人一阵欢呼 围着刘启蒙叽叽喳诉苦 原来这水泥制品厂改制前 要求每人入股一万元 可是这些职工 表面上看着光鲜 腰包里真要掏出一万块钱来 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 何况入股这东西 没个保障 万一亏了 这一万块钱 岂不是肉包子打狗了 反正这也不是 一个人两个人的事 大家都抵制着不交 看你能奈何 谁料到公告日期一到 水泥制品厂就来了 现在的这个老板 一个人把厂子买了 所有职工 一个不要 职工们不服 到处告状 可是告来告去 发现没人理 就又想着要入股 可是人家却不肯了 说厂子改制 所有权已经不是国家的了 其他事 由当地政府负责 是泥制品厂的娘家是城关镇 大家就一窝蜂跑去城关镇 管这事的就是邓寒宇 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 拿着买断费 走人 有买断费倒还能平复一下心情 谁知道 一问买断费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工作满三年的 买断费一万块 满十年的 两万块 拿了买断费 从此与厂子所有关系 一笔勾销 有些有门路的年轻人 倒是爽快地 拿了买断款 走人了 剩下了一辈子在水泥制品厂的人 拿着两万块钱 年纪又大 想找个工作又难 厂里又不返聘 只能等死 于是这些人都不拿 天天反应 反应来反应去 反倒邓寒宇屁股底下抹油 掉走了 再去城关镇找人 就没人理了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呵斥 城关镇扔下一句话 就是反应到天上去 还是这样的结局 眼看着绝望了 这些人就聚集起来 跑到水泥制品厂去组工 理由是厂子是国家的 他们这些工人是厂子的主人 这边一组工 那边就不干了 眼看着如今到处需要水泥制品 开着这样的一个厂子 就等于是开着了一台印钞机 两边三句话不合 就动了手 一动手 这边的人大都是年老体脉的老人 哪里经得起年轻人的推嗓 一屁股坐到地上 后脑勺摔在水泥台阶上 当即就断了气 人死了 水泥制品厂连个丧葬费也不肯出 这些人脑得不行 才打起横幅 把水泥制品厂的门给封了 听完了这些情况 我和刘启蒙都没开口 我们两个都明白 要想处理好这件事 解灵还需寄灵人 必须要邓寒宇出马 问题是邓寒宇已经调走了 属于市管干部 我们春山县没有权利去要求他了 想起当初 邓寒宇要拉前有鱼入火水泥制品厂 原来这老邓早就有打算了 围着我们的人不肯散去 都在眼巴巴等我们说话 刘启蒙书记陈吟半想 开口说道 先让死者入土为安吧 其他的事 需要大家坐下来慢慢的谈 其他人一听 这又是个拖刀计 当即鼓噪起来 说刘书记是不是他们一伙的 哪有这样处理事的 就是要入土为安 也得要钱办事 刘启蒙被他们一说 铁青着脸看我 我微笑着说 各位莫及 丧葬费是肯定要给的 这样吧 献礼先垫上 等事情处理好了 我们再来谈 众人又问 给多少呢 我摆着指头说 这个钱算是县礼店上的 你们是借的 给多给少都不是问题 总要有个结果 到时候结论出来 谁来承担这笔钱 还说不定 所以我的看法是 先拿五万块去 在春山县办个丧事 这点钱也够了 我去看刘启蒙 他正看着我 听我说完 满意的汉手表示同意 正当这些人要散去 远远地听到一阵警笛声 接着就看到几辆车 急驰而来 领头的正是县公安局长 他从车里跳下来 三步两步 跑到刘启蒙身边 做出一副保护状 回转头 冲身后车里下来的 一群鹤枪实弹的警察喊 都给我抓起来 人群一阵骚动 有人开始逃跑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制止 这些警察已经如狼似虎一样 冲进了人群 仰起手里的警棍 一阵猛打 人群四散奔逃 男呼女叫喊救命 转瞬间 黑压的人群 逃得不见一个人 地上躺着几个人 双手被手铐铐住 像一条条死鱼一样 吐着粗气 突然的变故 让我和刘启蒙措手不及 刘启蒙脸色煞白 死死盯着县公安局长 喝道 谁叫你来的 县局局长闲着脸笑道 主任报警 说刘书记 您被人围攻 我和刘启蒙 不约而同 转头去找县委办主任 发现他站在远处 正冷冷地笑 放人 刘启蒙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黑着脸上车走了 他走没叫我一起走 把我扔在原地 我顿时明白他的用意 他是留下我来收拾残局 放人吧 我有气无力地说 准备往场里面走 我要弄明白 搞出这么大风波 究竟谁是背后黑手 水泥制品厂改制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 为什么在这么个结果眼上 暴露出问题 难道仅仅是上访没结果 我人还没走 耳朵里又听到争吵声 寻声望去 却是刚才被铐住的几个人 现在居然不愿意警察给他松铐子 公安局长铁青着脸过来 恶狠狠地骂道 卧槽 老子这辈子还没看到不要自由的人 我知道他骂什么 这手铐烤上去容易 现在想要摘下来却难了 被铐的几个人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高声大气地嚷 我们犯了什么法 想靠就靠 想放就放啊 没有个说法 我们就戴着手铐上北京讨说法 公安局长低声下气地问这么办 我白抬一眼道 自己想办法 他哭丧着脸说 要是有办法 我还敢麻烦你 刚才你叫人驱散人群的勇气那里去了 我反问着他 冷冷地笑 公安局长大声叫驱导 主任说你们受围攻 我能看着不管 再说刚才那阵事不是造反是什么 他越说越愤愤不平 这些刁民就不能手软 你看看书记一句话 他们就好比拿到圣旨一样 一老的想法 既然不愿意配合 干脆关他几天再说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 我笑道 闯了祸 你拍拍屁股跑了 谁来擦屁股 还不是我 局长笑嘻嘻地说 谁叫你是领导 眼看着被靠住的这帮子人得理不饶人 我只好走上前去 挨个打招呼 说了一通义正词严的话 大抵是公安在执行任务 不冤枉一个好人 不放走一个坏人 现在给大家解开手铐 不是说大家就没事了 等到事情调查清楚落实后 该谁负责 谁还跑不掉的 我的话有震慑作用 当即有人伸过来双手 可怜巴巴要求打开手铐 我没吓他们 水泥制品厂的事件 就是一起群体性事件 像这样的事 背后绝对有组织者 即便不是组织者 只要跟组织有半点关系 别说靠他一下 就是判他个三五几年 也不是什么难事 果然 我的话音一落 大家都齐声要求解开手铐 谁愿意与此事 粘上半点关系 谁就是傻瓜 我是一警察动手 被解开手铐的人 像是脱离了牢笼的鸟一样 不要命地跑走了 死了人的家属 也是被铐住的人 他解开后 迟迟哀哀哀不肯走 我问他 还有事 他憋红了一张脸道 领导 你刚才说的丧葬费 我去哪里领 跟我来 我说 叫上公安局长和两个警察 静止往水泥制品厂办公楼走 原本我是想从现财政 先拿出五万块钱 现在出了这么一档的事 倒让我省了事 秃顶的老板看到我们进来 忙叫小秘书倒茶 我半点不客气地说 先不忙倒茶 你叫人拿出五万块钱来